这个杨子琼 他演技一直都非常好 事业老实讲 这个蒸蒸日上 那他的婚姻怎么样 对啊 最近那个杨子琼 真的是很厉害 他又获奖那个 全球奖 这个喜剧类的最佳女主角 那其实他在 他曾经有一段 这个四年的婚姻 他的先生 那时候结婚的时候 其实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可以 可以变成一个相夫胶子 然后就是安于世的一个少奶奶 可是后来嫁过去之后 他才发现 他骨子里真的是好叛逆 他真的是无法 所以他后来真的决定 真实地面对真正的自己 所以他就结束了婚姻 他还是觉得我还是要做 勇于做我自己这样子 那大家比较关注的是 因为他跟现任的男朋友陶德 他是个法国籍的一个 就是男士 可是我先讲他的身家很可怕 他是F1全球 赛车运动的掌门人 F1赛车 不得了 千亿 不得了 他身下千亿 然后但是他们一直以来 当然有人讲说 你看 台湾F1不流行 全世界老实际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 我有大家可以看 那个很抒压 在后面的那个频道 很抒压 那我跟他讲 其实他们交往十九年 有人讲说十九年 千亿 一般女人 跟她一起搬到家 结婚了 可是又有种讲话 他们订婚了 但是一直没有过那个 就是说真正成为陶德的太太 其实对他 我觉得杨子琼 其实最主要是他 我觉得他也是很有自信的那种人 他不需要去绑住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所以你看稳交十九年 然后大家也虽然很好奇 但是我觉得这样也不错 没有必要为了那张纸 如果你是为了钱 所以交给对方 其实反而对方不太会尊重你 没错 那这个你就不为了钱 这真的为了感情 他这个比较会瞧得起你 那所以杨子琼并没有 并不是因为他的钱 不是 我觉得他很知道自己要什么 你看他说 他就是不安于事的 他就是不想当传统女性 最好玩的是杨子琼 他之前 因为杨子琼 他事业心很重 对 他之前 你刚刚讲结过婚礼 交过别的男朋友 他有一段感情是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他跟钟寨师 那个时候是很高调 钟寨师是一个 是一个美籍华人 然后是香港的环雅的总经理 那个时候杨子琼跟钟寨师热恋 然后到台湾来 我们那时候还 他跟钟寨师开公司 那时候杨子琼 卧虎长龙之后 甚至最高涨的时候 那钟寨师又是环雅的这个老板 他们两个当时就事业跟爱情结合 哇 出庄入队 然后郎才女帽 男人很帅 就是比他大一点 可是也很帅 样貌堂堂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开公司 然后到台湾来看这些公司 美商公司要合作 跟老板谈 杨子琼那时候活药 就是一个 跟钟寨师在一起 真的太又开心又甜蜜 我们都以为他跟钟寨师 就是会在一起了 结果你知道吗 这个尚陶德 这个是法拉利总裁 是他们有一次在 砍城还是哪里 钟寨师介绍 尚陶德给杨子琼 那尚陶德知道说 这是钟寨师的女朋友 可是是个名人嘛 明星嘛 你需要一样大家都认识 这尚陶德很厉害 就追哦 就不管这个钟寨师就追 结果这样追还把他追到了 杨子琼跟钟寨师 后来为什么分手 因为钟寨师他们后来 搞了公司以后 金钱就出状况了 就看他发生财务的问题 就觉得财务有一些状况 那就两个人感情就开始有裂合 看到别人的女朋友他还追啊 他硬追 他觉得这个女生我就要 因为那个法国人很浪漫 法国人也很 他不理这一套的 他不在乎这一套 可是他真的追到了 所以钟寨师后来就 气死了 就是后来 这个男生后来也就没有消息了 法拉利的总裁 他是不是这一次的那个什么生日 杨子琼的生日也是好像是 这全部是法拉利的那种party 这个上陶德长得就不帅了 而且比他矮 是一个小老头的样子 可是就跟杨琼在一起 他现在杨琼都六十了 他都七十六了 对 六十大受 上陶德七十六了 七十六了 可是一个小老头 一个小老头 一个法国小老头 不过黄医师 你怎么看杨子琼并没有说 也跟刚刚讲那个 上陶德 上陶德 就是说他没有用婚姻 刻意要把他绑住 对 我觉得很感谢气质 给我们安排这两位女明星 摆在一起 一个是李文 一个是杨子琼 因为他们两个的另外一半 其实都是大 他们十六岁的外国人 而且都是超级富商 那为什么一个是这样 然后杨子琼是这样 那我有一个观察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杨子琼 他已经经历了 他其实是不是只有 你现在看到的成就 他其实家世背景也很好 他爸爸是这个很有名的律师 然后所以他是至少是英国读书 然后什么成长背景 他本来就可以遇到很多 就是比较可能也许社会上 社经地位比较高的人 然后他本身又是马来西亚小姐 全美小姐出生 所以他其实二十六岁 就是很正常的轨道 二十六岁就遇见了 所谓的香港营业的大老板 然后也就嫁给他 然后已经过了四年的 这个少奶奶的生活 二十六岁到三十岁 一般来讲一般的少奶奶 是不太可能三十岁的时候 有自信出来说 我觉得我还是演戏好了 可是他说他真的 他的兴趣就是看电影 这两个女生都没问题 可是在选择对象的那个选取上 我觉得有一点点 可以发现 因为杨子琼他说 他已经经历过一段婚姻了 人家问他说 你还需不需要一个豪华婚礼不用 我已经有过了 换言之我们不能苛责李文 是因为李文所幻想的梦想的 或者是他家庭里面想要给他的 他实际上没有经历过 可是杨子琼已经经历这些 所以他后来选择男生 他说要reliable 是要靠谱 那为什么这个 大家觉得说是一个法国的小老头 然后虽然说资本很高 可是为什么杨子琼选他 他说因为参加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活动 他们因为已经表演完了就下来 结果没想到那个很高大的 意大利的人 就说好像态度不是很好 虽然他是大明星 可是态度不是很好 说你们要赶快离开这边 那么结果他这个 现在的这个伴侣 就是那时候就是上陶德 就是很man 用杨子琼说用很man的来说 他也是好好的站出来 那个意大利人这么高 他这个像大树一样 个儿小 可是像大树一样 可是他就可以有那个能力 不是用很差的语气 然后好好的态度 很gentleman的 跟他说明了一下之后 他再来跟杨子琼说没关系 你们就慢慢的不用赶 那个瞬间杨子琼是多少 一些工作人员把他捧好的弄好的 遇到这种状况 他看到的是一个挺身而出的 我猜上陶德应该这样讲 我是上陶德法拉利的总裁 重点是法拉利的总裁 老翻译机不知道多好 你们的表现 等一下都会吃子弹 每天就不要来上班了 没有礼貌 我觉得这边最大的重点 也是李文没有学到 大家应该要跟杨子琼讲的 因为杨子琼他非常的努力 他觉得他喜欢电影 他做得好 那他就说 他觉得工作就可以得到幸福 他也信奉这个 所以他说没有关系 那个蛋糕 那个钻石 那我都可以自己买 那但是呢 这个差别是在于说 他有一个很深的体悟 他说女人 不要为了男人得到男人的爱护 而改变自己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差距 也许李文为了得到粉丝的爱护 或者是他的现在伴侣的爱护 他需要一直去维护好身材怎么样 可是对杨子琼来说 他之所以要维护好身材或怎么样 他说他其实是 他的事业在那里 他一定要这样做 他是没有要因为男人的爱护 而改变什么 这个是一个 不要讨好 我觉得真的讨好 就是插在这里 对不起 我刚刚我觉得 我觉得太没有气质了 你们会持子弹 我现在重新修正 我是法拉利总裁 上豪德 你们这样对待一位小姐 明天我会把这里买下来 这样是好一点 这个也很够力 新闻娃娃 有YouTube频道 请大家搜寻 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 订阅链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我不能订阅 好 我很忧根换 这个改召 我是